为了提升专业职能增进法际认知 强化依法行政概念 华联县环保局在大礼堂举办了 112年员工联阵法际宣导讲席 约有150多位公务人员参加 希望能够建立公务人员联能观念与法治素养 以利未来在公职生涯执行职务时能有所遵循 进而建立公益效率 且让民众信赖的联能政府 112年员工联阵法际宣导讲席 邀请台湾地检署检察官陈忠贤 分辨助土力与辩明行政裁量 公务员联队人理规范 以及利益冲突回避法 机关小儿采购防滩指引 以及112年总统副总统及立法委员选举访会前宣导 一群公务员在执行职务因依法行事 对职务相关的法令以及规范 应该深入熟练 厘清权者分析 自己的业务内容 让自己最清楚 那我们自己首先 我们就要都遵守法规 不要有这种贪图外界利益诱惑的情况 那因为我们毕竟从事公务员 都是希望可以顺利的工作到退休 然后连举到退休 那这一个课程主要是让大家了解到说 前面的那些发生在其他地区的案例 那到底他们为什么 在什么地方在自己工作的机会上去做手脚 那得到了一些不凡的利益 但是最后被查获 那被查获以后 我这一堂特要讲的就是 他们最后会受到怎样的刑判处理 另外公务员执行事务的时候 常有对采购案件品质 以及厂商合理利润权衡 以及认定标准的问题 各机关执行事务的时候 亦发生履略的增约 甚至衍生遭质疑土地厂商 困扰经办人员 以及影响机关形象的形势 净下厂商议价以及试作采用小额采购 在追求效能以及效率的同时 也会招来严重的风险 常见小额采购犯罪的手法 主要是违背职务或不违背职务收缩贿赂 精湛公有财务 讲习内容深入浅出 期盼强化机关同仁们助养 有效防范风险必须的发生 记得继续华萨博物导